健康好生活 生活好健康 健康好生活 是觀眾朋友 健康生活的好朋友 大家好 我是大家健康好朋友 林冠 講到健康 一天一小把堅果 心血管疾病真的會遠離你 不過在市面上 觀眾朋友其實可以 很容易的買得到 像我手上各式各樣的堅果 從芝麻到杏仁到腰果到核桃 那不同的堅果 實際上有不同的用法 那堅果除了富含維他命B群 維他命E 還有豐富的礦物質跟好的油脂 怎麼樣健康生活 來應用各式各樣小小一顆 這個營養非常滿的堅果 我們待會兒要好好聊聊 好 今天現場有請到六位特別來賓 第一個好朋友是醫生好朋友 小醫生 女官好 各位觀眾大家好 再來是中醫師的醫生好朋友 羅佩玲醫生 大家好 再來是心臟外科的醫生好朋友 翁世憲醫生 大家好 再來是新陳代謝科的醫生好朋友 羅龍龍醫生 大家好 再來是我們的料理好朋友 安琪老師 嗨 大家好 再來也是我們的料理好朋友 黃錦龍師傅 大家好 好 先問一下 洪醫師 堅果的營養價值很高 對 那這個富含好的油脂 維他命B 維他命B群 跟礦物質也都非常的豐富 對 所以是現代人 這個營養跟熱量 非常好的攝取來源 我覺得他就四個字叫 營養豐富 他真的是營養豐富 我有一個門診的一個高血壓的老先生 八十幾歲 那來的時候他女兒帶他來 然後他本來就在其他院看高血壓 那為什麼來找我 他說他女兒很擔心 他說他父親最近一年掉了十公斤 老年人一掉十公斤 因為想往癌症那邊去查 所以他們就把他說什麼大腸菌什麼都查 但是沒有癌症也沒有 那後來他女兒就說因為他 之前他是住在中部 都是他媽媽做飯給他吃 老年人有時候會認那個廚師 他只吃他媽媽的就習慣 那他們媽媽後來中風過失 那他們把他帶到北部來之後 煮什麼菜他都不吃 所以很挑嘴 那叫他營養一直下降一直下降 我幫他抽血 他所有的營養指標都很低 白蛋白剩下3.2 然後那些什麼礦物質尿酸 那些我們擔心會過高的東西 他都很低 那我覺得這當然是非常糟糕 那我就說怎麼辦 他說他們已經買了什麼雞精 牛奶該補都給他補 可是就是補不上來 營養一天一天 這個叫做很多時候 就走一個叫雞少症 我說那個非常危險 其實很多食慾不好 我們都很習慣怎麼吃青州小菜 什麼豆腐乳花瓜 那個都沒什麼營養 那我就跟他講 不然這樣子好了 你大概所有的他平常 願意吃的東西 第一個你給他淋上一些油脂類的東西 不管苦茶有橄欖 第二個你早上給他打堅果 那堅果要做成醬 看他要怎麼這樣 其實堅果做出來是非常非常香的 其實他就這樣補三個月而已 你知道老先生老太太其實食量很小 你要給他是少 但是營養非常豐富 那叫營養非常密度非常高的食物 其實堅果類就是 他打成醬之後 他可以吃 他才三個月之後 體重就胖了三公斤 那所有包括他頭髮那些都變黑 所以家裡如果老先生老太太 真的是營養不良 胃口又很小的 可以多攝取一些高油脂的一些東西 那高油脂就是說 我會不會吃到 你不要吃那些豬油牛油 那叫飽和脂肪酸 其實感染油或是說堅果類的 是一個營養豐富非常讚的東西 堅果類的營養 我把它整理成一個表格 它有蛋白質 它有油脂 它六七成都是油脂類 是好的油脂 那它很多礦物質跟維生素 那如果說我舉例好了 到底要吃哪一些的堅果 它有這麼多種 那譬如說 你希望你的頭髮變白 你希望變黑一點 那你可以或說一些補鈣 就是黑芝麻 黑芝麻它的鈣鐵含量是最高的 那如果你就是沒有精神 皮膚就是粗糙 你需要代謝很糙 你需要維生素B群 B群誰最多 葵花籽B1最多 杏仁果B2最多 花生仁 菸鹽鹼酸 菸鹽素是什麼東西 這B3 所以B群 其實所有堅果都有B群 但是你如果要特別去挑那些的話 那你說我需要一些 Omega3的那些飽和食物 需要補腦 可以吃核桃 核桃長得很像腦 事實上它也是非常補腦的 那些DHA含量就特別豐富 那你如果說我男生 你知道男生常常過了中年 好像覺得不大型 要補 他們很喜歡吃南瓜籽 為什麼 南瓜籽的美心 靈特別多 心對男生的那個 我們講說一些生殖器官的保養 是特別有的 那你要想如果你要蛋白質特別高 比如說我剛講那個安妮那個爺爺 他熱量不夠 食量很小 要補什麼 夏威夷豆跟西瓜籽 大家知道堅果類每100公克 100公克大概有大概五六百卡 可是夏威夷豆高達720大卡 所以它是一個非常高的 可是你要發現一般人就不要吃太多 可是你會發現如果爺爺奶奶那種食量很小 吃這個真的是可以補充它足夠的熱量 就可以改善它的肌少症 真的是很營養的東西 大家可以多參考 那沃醫師 這個每天一堅果 心血管疾病或者膽固醇的這個調養 都會相對風險比較低 其實這個很重要 因為其實心血管疾病跟我們的那個膽固醇 有息息相關 膽固醇裡面有分為總膽固醇 高密度膽固醇跟低密度膽固醇 那其中我們最關心的就是這個低密度膽固醇 這個是壞的膽固醇 那其實歐醫師平常就是 什麼都沒有180 就是身高沒有180 智商沒有180 可是這一次的體檢真的有180了 什麼180 低密度膽固醇180 這個是非常驚人的這個數字 那正常數值應該如何 正常數值我們會看它的危險因子 一般總膽固醇大概大概200以下 那低密度膽固醇其實是越低越好 那其實我們以往會看這個患者 有什麼危險因子 包含這個是不是有心血管疾病 有一個危險因子 兩個危險因子 來調整它不同的低密度膽固醇 那健保的幾副規定 今年多心增加了一個 就是有急性的冠心症 包含有心肌梗塞 然後另外還有就是說 有那種不穩定的心腳痛 另外還有一種就是說 曾經接受過心導管治療 或是做過繞道手術 這樣的患者 我們會希望它的低密度膽固醇 在70以下 對 那你180是誇三倍 對 那如果說平常它沒有什麼危險因子的話 會希望它在190以下 大概是這樣子 那看到這個數字 就真的是覺得不對勁 而且最近可能因為工作的關係 因為心臟血管外科 常常緊急要處理一些心血管疾病 心臟血管阻塞 周邊血管阻塞 那其實工作時間很長 手術時間很長 其實飲食都不正常 大部分都是外食 所以其實攝取到的都是一些 其實蠻不健康的一些油脂 那就覺得自己這樣不行了 然後就開始要奮發突強 重新改變 那就是在上個月看到的抵檢報告 那就開始嘗試用這些燕麥片 燕麥粥 那可是燕麥粥很難入口 對 因為我是無糖不歡的人 後來就加了一點低糖的 低糖的豆漿 這樣一直下去熬煮很快就好了 然後另外覺得好像又差一點點 就覺得堅果是一個很好的東西 因為它富含了很多豐富的營養 還有一些不飽和的脂肪酸 然後加進去之後 用一些這個 就是用一些綜合的堅果 不錯喔 這個早餐變得非常可口了 而且就是 開始慢慢調整自己的生活型態 開始要就是多加強這些運動 然後讓自己不要 就是工作得太晚太累 那這樣子一個月下來 我覺得自己的身體狀況 有慢慢改善 那接下來我們安琪老師就要來分享一個健康好料理 剛剛講堅果的營養非常好 所以這個家裡頭的老人家小孩 如果要這個補充營養素的話 堅果是很好的選擇 對 那堅果唯一的缺點是 有些堅果比較硬 牙齒不好的很難咬 咬不到 像這個杏仁就是很硬的一種 像松子就是很好咬的 所以我很喜歡用松子來做菜 因為松子比較小 對 然後它又很香 有一個香氣 那這個松子我是在鍋 空鍋就是乾鍋 就沒有油的鍋子 就給它這樣去炒炒炒 炒到它有一點微黃 它這樣的話會更香 而堅果類經過油炒之後 它會更香 那這樣子其實乾烙就可以吃了 乾烙就可以吃 它其實生的也可以吃 但是炒過了會比較香一點 核桃其實也很好咬 我們把它打成核桃糊 對 那像我們傳統老法做核桃糊 像這個是黑糖的蜜果的 所以空口吃比較好吃 那像這種比較沒有味道 這是原味的 原味的你可以打成糊 就加一點水把它打成糊就好 水不要多 水多你會打成顆粒 不容易打散 不容易打得很細膩 我們打得很細膩 以前我們老法做核桃糊的時候 還有拿玉米粉去勾芡 真的喔 那我今天想一個辦法 我就拿這個白木耳 好 就更健康 對 白木耳現在很好買 在一般超市都有 白木耳跟紅棗先去煮 煮成它這樣很濃稠的這種感覺 很濃稠的感覺 而且它的膠質都煮出來之後 都煮出來了 對 它其實就很容易很濃稠了 對 所以我們就這邊 我們就把它來這樣倒過來 拿這個銀耳 這樣就可以吃啊 對 這樣就可以吃 拿銀耳來拌 所以這個核桃糊 就是原味的核桃 然後直接拿料理機 加上水 對 好濃郁喔 對 這樣就很濃稠 好 這個是好入趣的甜點 不會 那個我裡面 只加了一點點的二砂糖 跟冰糖 所以還好 那現在我再來做一個 拿松子的這個鹹的 那我們這邊 我今天搭配了兩種海鮮 這個是蝦 白砂蝦 這個是新鮮干貝 那我都有把它們 切小丁了之後 拿這個 一點點的這個太白粉 一點點的鹽抓過 好 那這樣的話 它會比較滑口 比較滑口 然後也有稍微的味道 味道 對 那我們煮了一鍋滾水之後 要簡單的汆燙一下 汆燙一下 對 汆燙也不能過頭 不然海鮮的鮮甜都流掉了 也很可惜 所以包這個太白粉 它不但是可以讓它有 這個滑口的感覺 它另外一個作用 它就是可以讓它 不要流失它裡面的這個水分 我覺得家裡頭 如果有病人的 這個是很好的甜點 核桃糊是不是 對 好好吃喔 對 待會兒跟你們吃 而且這個 因為它那個核桃 基本上有油脂 所以它會滑口 滑口 對 可是它加上那個白木耳 它就清爽很多 對 然後白木耳 再些微的讓大家可以咀嚼一下 對 保持一點口香功能 不然你吃東西都直接滑進去 對 它一個不小心就過量了 那我們這邊來一點油 所以這個其實不難 就是平日的這個紅棗 對 跟銀耳 只是它搭配的不是甜湯 是核桃糊 對 然後其實只要著量 然後加上水 那料理雞 果汁雞把它打開 小小的水喔 只要能夠打得動就可以了 對 打動完了之後我們把它倒出來 然後果汁雞裡面再加水去把它洗一洗 對 然後再把它倒出來 倒出來 然後就是那個濃度 好 來 那我們這個安晴老師今天 要做一個這個松子雙鮮 松子雙鮮 我們熱鍋熱油要倒香一點我們的洋蔥 那今天搭配的食材有蘑菇 一樣把它切丁 對 那這個是竹筍 竹筍現在當季嘛 當季嘛 對 然後都一樣把它切丁 都切丁 因為搭配那個丁比較好入口 對 好 這個竹筍是熟的 所以我們就直接把它倒進來炒一炒 就可以了 你是不是做竹筍也是會一次水煮或汆燙一批 一批對 大概四五支 四五支然後要用的時候 要給它泡在水裡 不然容易壞 對 泡在水裡要用的時候 拿一支出來用就好了 好 然後汆燙完 連著竹筍的水一起放涼 放冰箱 對 那這個每一次要用的時候 就切一部分出來用 對 好 然後我們就把這個海鮮倒下來 把海鮮倒下來 中醫來講 堅果裡面很多的種子油 它會讓你的腸胃比較潤滑 其實都可以改善我們排便的狀況 大腦的組成是什麼 它六成都是脂肪 堅果裡面一些多元 單元不飽和脂肪酸 酸的含量也很高 那對大腦也是非常非常的好處 老師 那你買這種堅果 你常常用 比方剛剛講松子 或者像有的時候用杏仁 核桃 你知道多數時候都會買原味的 然後保存嗎 對 原味的保存 然後用料理的時候再用 或者是要吃的時候 就把它去炒一炒 對 那你原味的是不是也都把它密封 要放到冷凍嗎 還是冷藏也可以 我覺得冷藏就可以 我用保鮮袋把它密封起來 然後就給它冷藏就可以了 好 我們加佐亮的鹽巴 所以堅果一次也不要買過量 免得油耗氧化了 對 然後保存的過程密封很重要 對 然後如果是冰箱萬一 還是有受炒的話 其實起來之後 你用烤箱或者不沾鍋 烤一烤 乾烘 讓它烘香 而且水分也降低 對 其實現在堅果非常好買 因為大家國人都有意識 就是要多吃堅果 堅果健康 健康 所以大家很好買 像我們東門市場 每個禮拜天 對 就有賣堅果的 所以也不要囤貨囤大量 不要囤貨 對 好 我們這個芹菜冰 芹菜末跟一點胡椒下去 好 我們最後下松子 好 這樣就很簡單的一個就完成了 好 那我們就來上菜 松子雙鮮的話 其實很多人不喜歡吃堅果 是因為有時候吃多的 那個味道會有點膩 那我們把它入到一個鹹菜裡面 剛剛大家吃起來 其實它有那個筍子的一個 那種清涼感 那搭配說我們的海鮮 它是其實有蛋白質補充 然後吃起來 它其實還滿去有解膩的 再加上松子的調味 它吃下去會一口接一口 那另外一道的話 就真的很厲害 就是銀耳核桃 那個安琪老師加上銀耳之後 你會覺得 它有一個很清爽的感覺 再加上它含高的膳食纖維 它又不會胖 然後再加上膳食纖維之後 其實你的那個腸胃的 這些部分吸收 那包括幫助美容養顏 排便其實都非常好的 那我們講說 我們今天講 各式各樣的堅果 其實這些堅果 在中醫來講 我們龜的那個入我們的脏腹 大概都是入肺皮肝肾還有大腸 這幾個部位 剛剛講說入大腸它就一個潤腸 通便的一個功效 那我之前有一個女性變化 是二十幾歲的一個小女生 然後她就是來看診 主要就是一個便秘的問題 她也說她有吃很足量的青菜 那我說那你水喝的夠不夠 她說我水也喝的很夠 但她就是怎麼樣就是都排便不順 那她這種便秘其實我們還蠻常遇到的 她就是大概三四天解一次便 但她的病又不會非常的乾硬 那通常這種我們叫她是屬於那種虛蜜 我們中醫講便秘有所謂的熱蜜 就是那種體質燥熱都解氧變的那種 然後有所謂的寒蜜虛蜜 它這種就是屬於體質 可能就本來比較虛 腸胃乳動差的人 她的便秘就是這種狀況 那我就會用一些像我們中醫講說虛蜜 就是要補嘛 就是要給它補氣 然後補血 像我們中醫當歸 核手蜜這些 它都會有補血又潤腸的功效 那堅果類我就建議她說 那你就每天回去吃一小把堅果 因為堅果裡面很多的種子油 它會讓你的腸胃比較潤滑 其實都可以改善我們排便的狀況 而且這個洪醫師 剛剛講好的油脂 不只對心血管的健康很好 對腦袋的健康也很好 對 我們一直在講說 那個補什麼 我們要吃DHA EPA 尤其DHA會保護腦子 我們都會講說要吃魚油 但是堅果裡面一些多元 單元不飽和脂肪酸的含量也很高 那對大腦也是非常非常的好處 舉例來講為什麼我們在講說 我們大腦組成是什麼 比如說你要補肌肉 肌肉是什麼 蛋白質 所以我們都建議你要吃魚肉蛋奶豆類 但大腦的組成是什麼 它六成都是脂肪 我們每次在營養學都跟大家講說 你不要吃豬腦 豬腦的膽固醇含量是非常非常豐富的 那我們的大腦一樣結構都是脂肪 補腦就是變成一個聰明 然後一個聰明藥 很多人都在尋找聰明藥 我曾經有一個洗腎病患 有一天他洗腎的時候帶著他孫子來 他孫子小三 因為暑假 那由阿嬤來幫他帶 那他就說洪一松師 你會告訴我有沒有那個叫聰明藥 我說什麼聰明藥 他說他孫子小三 可是讀書很不專心 在他寫作業寫微笑就去玩這個 就東看西看 東摸西摸 我心裡是想我小朋友也是這樣子 其實很多小朋友其實都不大專心 可是他小朋友還有一個問題 皮膚很糟糕 然後那個小孩科醫師說 異味性皮膚炎 然後也有很多免疫力很差很容易感冒 小朋友來我洗腎室的時候 這邊是左手拿著珍珠奶茶 右邊拿著洋芋片 那我就問他說 他是不是很喜歡吃寒糖飲料 淋嘴 他說幾乎每天都有在吃 那我就跟他講說 這有可能是營養學的 因為我臨床上碰多很多這種小朋友 就頭腦不好 或說一些皮膚不好 很多都是過寒精緻糖飲食 我就請他想辦法 把他的寒糖飲料能戒掉就戒掉 第二個是他很想吃零食 準備一些健康的零食 我給他首推的建議就是堅果 綜合堅果是一個很讚的零食 他回去我覺得他真的有造作 其實不久之後 他隔了一年他再回來 其實那個小朋友整個那個皮膚 還有整個他的 他女兒跟我說謝謝洪醫師 事實上他自從那一次 他把他的淋嘴戒掉 改吃堅果之後 他真的變聰明了 所以你真的如果在尋找那種聰明藥的話 堅果真的是一個很讚的一個聰明藥 那堅果的好處 其實我把它歸類大概五大類 清除自由基 他可以抗氧化 所以一些先生老太太非常需要這個東西 預防癌症 調解血脂肪 還有我們的調節血糖 他很說的一些膳食纖維 還有維生素B群 會幫助我們血糖的一些代謝 還有補腦抑制 所以家裡不管是小朋友 還有我們的爺爺奶奶可以多攝取一些堅果 而且這個洪醫師 從天然食材攝取的油脂 對於血管的健康的維護 真的比較有幫助 像我一個患者 他是大概70歲左右的一個商人 都旅居國外 都是在國外經商家族事業 那就是他偶爾 少少會回來台灣一次 那來台灣最重要是什麼 做健康檢查 那這一次他提早回來了 為什麼 他最近開始覺得胸悶不舒服 那就是很疲倦這樣子 那就很擔心 聽大家講說很怕心肌梗塞 就來找我做檢查 其實檢查起來 他其實平常 其實他也是那種代謝症候群的那種患者 還不需要吃血藥藥 控制血藥藥 不需要吃血糖藥 可是咧 驗起來的話 膽固醇也是高 他到達那種 必須要吃那種降血脂藥的那種程度 他覺得胸口悶然 然後幫他做一個心電圖 看起來的確有一點輕微的缺血的變化 但是好像似乎又不嚴重 對那其實我會建議他 他直接找我們心臟內科醫師去評估做 要不要直接做這個心導管的檢查 看他三條心臟血管有沒有阻塞 他又不喜歡做這種侵入性的檢查 好吧 那我們就做做這個 心臟冠狀動脈概化的檢查好了 就像做電腦斷層一樣 需要達遷移器 然後去看你的冠狀動脈上面的血管 概化程度厲不厲害 結果一做 大概六七百 那個指數是非常高的 一般來講 正常沒有概化血管 那個概化指數應該是零分 那如果說是在四百以上 就算是相當嚴重的 所以最後還是得請他 找我們的心臟內科醫師 去做心導管 一做三條 三條都要做 三條都要處理 對啊 那真的是就是 平常就是說 生活習慣 因為從小可能陪著父親經商 那都是一些很多應酬 大魚大肉 或是飲酒 然後這個其實就是 慢慢累積在這個身體之中的這些 不好的這些膽固醇 不好的一些脂肪斑塊 我們來研究 其實很多堅果類 那些不飽和脂肪酸 含量非常豐富 它甚至不會少於魚油 自己的那個免疫系統 比較弱一些些 這時候其實對一些過敏 它比較沒有辦法乾淨的清楚 最近大家有一些胸悶 氣喘 然後心跳有一點快 那就是核桃的過敏 羅醫師也要提醒觀眾朋友 新陳代謝科的醫生 這些年來遇到很多肥胖的病人 而且肥胖常常串聯到很多 心血管的疾病 或者慢性的疾病 很多人因為肥胖 就完全不碰這一類堅果 好的油脂好的食材 實際上觀念上也是大錯特錯 我跟大家講一個我們整個患者 他大概是36歲的男性 他其實雖然是36歲 不過因為他膽固醇很高了 所以已經在我的門診 已經在服用降膽固醇的藥物 那有一次他回門診 我發現說 你這一次抽血 他的那個膽固醇 不管是三酸甘油脂 還是那個壞的膽固醇 低密度膽固醇 都到正常範圍裡面 而且降得很好 他就是說他已經 今年年初他開始在準備 要籌備婚禮 要拍婚紗 那他本身是一個輕微的肥胖 大概BMI是29 然後他就很想說拍個美美的婚紗照 雖然是男生 我們現在男生也很在意一些外表 他就想說我要減重一下 他就開始增加他的運動量 然後飲食控制也有做 然後他真的有把他食量有減少 可是因為他是個大男生 他有在運動 所以他兩餐中間他還是會餓 那餓的時候他就想說 他就去買那個超商的一些堅果 來一個填充 看他能不能就是 延緩他的飢餓感 確實他覺得比較沒有那麼餓了 那大概這次我發現說 你確實膽固醇有降低了 可是體重還是差不多 不過量起來就很神奇 那個腰圍大概降了4公分 那當然說堅果的部分 像除了我們這樣講的好處之外 堅果其實還是有熱量的 我大概這邊也讓大家看一下 我們大概平常常見的超商一些 堅果的一些分量跟熱量 我們大概建議一個人一天 大概是10克左右的堅果 不要超過這個量 那像我們常見的 10克應該只有幾顆對不對 10克大概就是那個湯匙一般的 那像我們今天這個陶瓷湯匙 一小湯匙平平的 或者是我們那種免洗湯匙 大概平平的一匙 所以千萬不要以為 一天可以嗑一包 是 嗑一包的量可能會播表 對 那個量其實還是很重要 超過這樣 這樣可能差不多是10克 對 所以大家其實常見就是 講都是一小把 對 大概就是這個量 不多 那其實超商大概一包的量 其實也差不多這樣子 不會太多 像我們常見的一個 蜜滋腰果來看的話 它其實一包大概11克 大概17克左右 但是它熱量是66大卡 那像杏仁果開心果 其實也差不多 大概都到50到60大卡左右 那像很多人很喜歡的 杏仁小魚乾 一包大概12克 大概也是67大卡 所以如果一天吃到2到3份 其實大概就快200大卡 那熱量就會很多 所以其實如果在吃堅果 如果是為了減重去吃 大概就是建議餐前吃 或者是我們可以把它 直接替代一餐 像剛剛安琪老師的芝麻糊 它大概就是可以 直接取代一餐就好了 就不要再吃其他的 事實上會有飽足感 就有飽足感 像我剛剛只有吃半碗 非常的飽足 就飽了 非常的飽足 那另外餐前吃 因為它有那個膳食纖維的部分 增加我們飽足感之後 我們的一些澱粉 攝取量就會比較少 那再來選擇的部分 就是盡量選一些原味的 那低微烘盆會很好 那有一些可能是高溫油炸的 它會攝取比較多的熱量 對我覺得堅果有一個很大的地雷是 市面上很多零嘴都是蜜汁口味 蜂糖口味 那那個可能甜度都太高 那接下來我們龍師傅也要做一個健康好料理 師傅今天要做的是腰果炒雞丁 對腰果 因為剛有介紹到像其他的堅果 那我今天做一個腰果 因為腰果它本身就是你傳統再買回來的時候 一定要炸過 炸過之後再去做一個蜜汁的動作 它熱量真的很高 對 那我這邊今天這個腰果是只有買回來之後 用烤而已 而且沒有調味在裡面 這是原味 對 那再來是說要入菜的話 我們要給它一點味道 所以這邊要做一個掛霜腰果 對 這裡就準備了這個糖跟水 對我等一下來做給大家看 我們雞丁 這個選擇了雞胸肉 對用雞胸肉 那這個有醃嗎 這裡的雞胸肉呢 裡面已經有醃了那個燒心酒 然後還有醬油 然後還有那個就是一點點的太白粉 這樣就可以了 燒心酒醬油 一點點的太白粉 太白粉這樣就可以 對 那首先呢先把鍋子加一點油之後 先把這個蒜末跟薑末這兩樣東西 先把它做一個炒香的動作 對那再來呢 我準備這裡有像有這個洋蔥 對因為這洋蔥它跟雞肉是非常的搭 所以洋蔥也稍微炒一下 好 然後呢 今天比較簡單的一個地方就是 我這邊使用的就是一個 豆瓣醬 豆瓣醬 豆瓣醬也要讓它醬香炒出來 對 豆瓣醬的話 第一個就是它必須要先下去炒一下 那個醬香味才會出來 對 然後今天搭配了這個菇啊甜椒啊 然後這個甜豆啊 對 那今天是有一點點夏天喔 其實有一點點這個辣味 所以準備了一點乾的辣椒 乾的辣椒 乾的辣椒也可以佐亮 對提一個香氣就好了 好 應該有聞到一個像那個豆瓣醬的香氣出來的時候 那這個時候這個醃好的雞胸肉就給它放進來 傳統在做這個雞胸肉 它必須用高溫的油去炸 保持水分 但是我這裡面今天就是用炒的就可以了 好 那稍微這個雞肉已經有一點點的這個蛋白質開始凝固的時候呢 這個時候我就把這些蔬菜都加進來了 對 蔬菜都放進來 因為接下來要教大家來做這個掛霜的腰果 那因為我們今天的豆瓣醬口味是比較重的 所以我們其實搭配蠻多蔬菜的 那這樣就會平衡口感 我真的覺得食物的這個搭配很重要 沒錯 像剛剛安琪老師那個核桃糊啊 搭配那個白木耳真的清爽很多 好 那不然傳統上的核桃糊也很容易吃兩口也飽了 對 好 那我這裡就裡面帶一些 佛亮的水 我先蓋起來 讓這個用有點悶足的動作來做 因為這邊教大家做這個的話 它稍微有一些特色 我要跟大家分享一下 第一個就是腰果 這買市售 但是千萬不要有這個加糖或者是炸過的 那第二個它一個黃金比例 我跟大家分享一下 這個糖大概是四大尺 四大尺先放在鍋子裡面 四大尺大概對上一碗腰果 對 這個腰果大概是150到200公克就可以了 而且這個是原味的 對原味 那這個水是兩大尺 但是你要記得從這個旁邊 不要從中間你從旁邊 然後開小火 慢慢的讓它去融化 好 請問一下這個跟那個拔絲地瓜 在拔是不是同樣的概念 拔絲的話 因為這個到最後會反殺 就是你做到最後呢 它會像那個 以前那吃麻花棒有沒有 對 外面有裹一層薄薄的糖在上面 對 那拔絲的話它是會 整個就是會包成一層脆糖在外面 不一樣的 不一樣 對這兩個是比較是一個糖的一個溫度的變化 好 那我這邊呢就是稍微 把這個糖慢慢的 讓它這個煮熟 好 糖跟水其實就是2比1 對 然後要先煮出這個糖漿出來 對 那你不要覺得說這個糖很多 其實這個糖到時候 整個它掛到這個腰果上面之後 它多餘的糖會掉在那個鍋子裡面 它不會這麼多的糖在上面 它不會全都掛上去 對 因為我們今天用的這個腰果它是原味的 沒有味道的 對 因為你要入菜的話 因為想這個菜它有點辣度 對 我們就用這個腰果的甜分 脆度來跟這個菜做在一起 那你買這個原味的 那要烹調之前也稍微把它這個炒香 或者烘烤乾香 對 如果你是去市場買那個原來的那個白色的那個 對 你回去要先再熱水稍微洗一下 一定要洗 對 因為這裡面你知道腰果其實裡面 它在製造過程 其實它裡面縫隙有一些東西雜質會在裡面 所以一般我們都用熱水 下去洗一下 洗一下 你會發覺裡面怎麼那個水變濁了 對然後瀝乾之後再進去烤 對 所以水洗一下 那可是為了降低它水洗的水分 就烤箱再烤或者是乾鍋再烘 對 烤箱如果烤要什麼樣的溫度烤多久 其實我都是用一般的話 你如果有上下火的話 就大概180度的溫度 大概烤7分鐘 OK 就可以了 也不要烤太硬 因為你還要再下去 還要再烹調 再烹調 你烤太硬其實吃起來就是有時候 長輩牙口不好的時候 那個牙齒很容易受傷 對 那我教大家來看這個怎麼 什麼時機點要放這個腰果下去 你看一下這個泡泡 它現在是 有沒有覺得它滾動的是很快速 對 這一下就冒上來了 對 那這時候不要去攪拌它 因為它現在在裡面 它把那個糖的水分 要揮發出來 所以我們都是用這個目測在觀察 這時候呢 等到什麼時候可以放腰果 就是等到它那個泡泡在動的時候 越來越慢 然後呢 因為有時候這個糖 它很容易黏住一些 你的那個磁器的一些東西 對 所以我們這邊有一個小技巧 就是說 它這個已經開始在緩慢的時候 我這邊會加大概少許的油在裡面 一點點 千萬不要太多 就烹調油 橄欖油也可以 都可以 對 用這個油跟水去做一個晃動 我現在發覺已經開始在慢了 對 然後這時候關火的時候呢 來 把這腰果全部放進來 記得火要關掉 那這個湯匙上面要 要割一點油在上面 讓湯匙可以裹上一點點的油 對 然後要來化它 對 現在開始是這樣去炒它 慢慢的炒 對 然後 因為這個糖它很特別 如果你會用糖來做料理 可以 糖這三個變化 其實可以做很多的菜色這樣子 好 為什麼我會覺得這個有點像人家在做那個沙威馬 沙威馬 不是沙威馬 這個我這樣子 你看 有了 有沒有看到 很有意思 對 它有鬆開了 有鬆開 對 你就盡量去做這樣子 你看 而且這個等一下吃起來 真的是口感很棒 對 好啦 你看這樣完成了 而且很乾爽 對 很妙 對 其實我在做變化的時候 我會再灑一點海苔粉上去 有點鹹鹹甜甜的 很快 這樣就完成了 好 好 那我們另外一鍋也好了 這味道已經變香了 來我把這裡面的這些 稍微拌一下 整個味道 還有它的香氣都給它拌一下 因為剛剛調味是偏鹹偏辣 對 然後就把這個乾辣椒丟進去 乾辣椒是做一個顏色 提一個香味 腰果最後再下去讓它拌 最後再灑上去就可以了 好 那我們就來試吃 那個腰果這個部分 它完全是一個畫龍點睛 因為這道菜 它本身的味道是一個 有點鹹辣 然後我們吃那個料理的趣味 就是它在裡面 就是有蔬菜的爽脆 然後還有那個肉類的一個 就是比較柔軟的一個口感 那再加上說這個辣味 跟我們的那個腰果整個配合起來 它整個就好像 如果你只沒有吃腰果的話 感覺起來它就是一個 比較平淡一點的一個料理 但是加上去之後 它整個那種料理的趣味 就會就提升了 那我們今天講到很多這樣 堅果這個部分 其實在吃堅果的部分 真的也要稍微 對小朋友來講 尤其要注意 那之前有一個就是案例 就是有一個 就是小兒科醫師 他分享的案例 他是說他有一天 接到了一個 七個月大的一個 小的一個女嬰 他就是嗆到來送醫 他就問說吃了什麼東西 問家族 他吃了什麼東西 那家族就說 我們為他吃那個瓜子 因為就是像剛剛洪醫師講 很多家長覺得 堅果這類的食物 它其實對小朋友 腦部發育很好 所以他們就想說 那既然這麼好的食物 就要給小朋友吃 那這個家長 犯了兩個錯誤 一個就是他先 是用嘴巴攪 攪一攪 因為好像說瓜子 小朋友七個月 沒辦法咀嚼 所以他就攪一攪 然後就給小朋友吃 那他攪一攪之後 一個就是他口腔裡面 那些細菌 其實很容易 以前古時候的阿嬤 都是這樣餵小朋友 其實這不對的 那細菌的問題 再來的話就是 他還咀嚼了之後 再去給小朋友吃 那因為小朋友 這麼小吞嚥功能不好 他如果只是單吃一顆 進去 他可能就是吸入性肺炎 就是一顆在裡面 但是因為他還攪過 小朋友嗆進去 就變成他肺部是散在 有一些黏黏糊糊的 那些瓜子 但反而變成 他在治療上面 就更困難 更難以處理 所以其實一般 我們還是建議說 小朋友在五歲之前 盡量不要給他吃整顆的堅果 可能給他切小一點 讓他吃 就如果咀嚼能力 比較好的小朋友 或者是把它變成像 安琪老師的 這種核桃糊的方式 或者之前阿芳老師分享 就把它打成像是米漿 這樣的方式 給小朋友吃 它其實是更適合的 那這個洪醫師 你要提醒這個 現代人很多這個 身體的慢性發炎 可能導致百病 那堅果因為富含好的油脂 跟礦物質 跟維他命B群 其實可以幫助身體抗發炎 對 我剛剛那個表格 第一個就講 堅果可以抗發炎 那當然你要問他 什麼是抗發炎 我發炎 我身體會有什麼反應 那是什麼造成我發炎 老化會造成你發炎 你熬夜 然後你抽菸 你一些營養飲食不對 你久做都會發炎 包括你吸到PM2.5 那發炎之後 接著他有哪一些症狀 我認為我最常見的是一些疲勞 他到處痠痛 然後他搞不清楚 他皮膚會變得很粗糙 會開始冒一些痘痘出來 這個在現代人的門診 可是他驗很多東西 可能都正常 我那一天門診 就來個35歲的上班族 那來的時候 他一臉就是很累很累的樣子 然後他來找我是為什麼 他說洪醫師 我最近很奇怪 我在公司的體檢 數據似乎都還好 可是我就開始出現一些肩頸痠痛 腰痠背痛 嘴連膜會破皮 然後會長痘痘 然後那個他看過很多醫院 那到處痠痛 他最近更慘 最近是連牙齦都有點脏痛 那他就開始吃一些止痛藥 可是他一直吃止痛藥 再吃他會想到 他會不會傷他的腎臟 所以邊吃邊掉眼淚 然後很辛苦 那他說他到底怎麼了 那他有去看過其他醫師 有的醫師說就是什麼 纖維肌痛症 什麼筋膜炎等等那些 那有些說自律神經失調 反正給他一些很奇怪的 有些說自體免疫的疾病 那我看了 我當然問了一下他飲食狀況 其實他油脂類吃很少 他女生其實很多時候怕胖 他蔬菜水果有在吃 可是我覺得他營養有一些偏頗 那呈現的就我剛描述的 都是一些到處發炎的症狀 那你要他吃一些好的油脂 我覺得不大可能 我就想想 不然你攝取一些堅果類的 或者說吃個早餐 你他很喜歡吃蔬菜水果 你要淋一些橄欖油 再加一些堅果上去 我們後來研究 其實很多堅果類 那些不飽和脂肪酸的 含量非常豐富 甚至一些他甚至不會少於魚油 那這樣吃了一陣子之後 他那些我剛講 那些奇怪怪的症狀 整個都改善 而且大便變得很順暢 這個我們講說很多時候便秘 纖維吃太多 有時候反而造成太乾 油脂下去之後 又把排便排順暢之後 他整個人就 不用再吃止痛藥了 所以你如果有這些 我剛描述 你又不知道哪邊生病 就是這邊痛哪邊痛 腰痠背痛 下肢水腫皮膚乾燥冒痘 你可以多攝取一些好的堅果 這幫助真的非常大 就人體其實每天都需要油脂的 只是我們要盡量攝取好的油脂 那堅果基本上提供了相對比較好的油脂 其實營養學在講 我們一天要三份的油脂 那一份就是你要煮菜的那些油 一個你可能會吃到一些肉裡面 牛奶裡面都有一些油 另外一面你就可以 攝取一些好的堅果 大概一把 這樣就是三份的油脂 那羅醫師也要提醒觀眾朋友 那堅果對某一些人的體質來講 會引發過敏 比方說在美國其實蠻多人吃花生 或者花生醬過敏 所以這個儘管堅果的營養很豐富 但是少數特定容易有過敏反應體質的人 也要稍微謹慎 是 那其實堅果它就是好處很多 那前面大家都有講過 它對於一些小朋友發育中的小孩 它的腦部的發育都會有幫助 那我講一下我們整一個 大概18歲的一個年輕妹妹 她是她媽媽帶來門診的 因為她媽媽是在門診看假抗的病人 那她發現說妹妹她最近 大概有一些胸悶氣喘 然後心跳有一點快 然後又有點拉肚子的狀況 媽媽就覺得說 妹妹現在的症狀 好像跟她初期假抗發病 那時候症狀有點相似 所以趕快把她帶過來門診 那問一下的話 其實妹妹她其實現在是18歲 她在大一新生 不過因為她要準備一個轉系考試 所以她其實又在念書 又有一點壓力 那最近她其實也沒有什麼 其他的症狀 除了上面這些症狀 她其實好像還是有一點點 噁心不舒服的狀況 所以媽媽也很擔心 我就幫她排了一些檢查 大概基本的一些 假裝線的功能 幫她排一下 那因為18歲 有一些噁心的症狀 所以我還是有幫她驗了一下 小便有沒有懷孕 當然小便懷孕 那個檢驗是陰性的 抽血的部分 看起來她假裝線功能 是正常的 也沒有問題 不過我看她一般的 那個白血球的分類 看到說 她有一個四酸性白血球的指數很高 高到12% 那一般正常她是會在7%以下 那這個表示說 妹妹她身體裡面 其實有一些過敏源 有在刺激她 讓她的免疫系統 在做一些抵抗的部分 那我就問她說 她最近有沒有一些飲食的變化 或者是居家環境 有沒有什麼樣的改變 有沒有養了一些 新養的一些寵物之類的 她都說她沒有 她大概就是住家裡面 三餐大部分都是媽媽煮給她吃 那環境也沒有特別做什麼變化 而且也沒有說在粉刷什麼之類的 這時候旁邊媽媽就說 有啦有啦 有啦有啦 我跟你講 我有幫你煮核桃補腦 所以想說你再準備考試 所以她幾乎一個禮拜 大概有兩到三餐 都在幫她煮一些核桃的料理 給媽媽吃 給妹妹吃 那就說那它就是核桃的過敏 其實在我們國人大部分的過敏 在台灣來講 我們最常見的還是以蛋白質類為主 另外還有一些是小麥類的 可是像我們的一些堅果裡面的 花生啊杏仁啊芝麻類 它其實也是一些過敏原 那其實像妹妹她就會說 我小時候其實我也有吃過核桃 可是我都沒有過敏 其實是因為她現在在準備考試 那有在熬夜在念書 然後又有點壓力 所以她其實自己的那個免疫系統 比較弱一些些 這時候其實對於一些過敏原 她比較沒有辦法乾淨的清楚 所以才會有這樣子的狀況 而且也不是每個人都核桃過敏 對 就是說實際上過敏的檢測 有些時候也可以用更精準的檢測 對 可以更精準去分出來 是對哪一類的那個真的過敏原過敏 這樣子 那這個窩醫師 這個順便提醒一下觀眾朋友 有些時候這個感冒 也可能導致心臟的發炎 然後呢甚至危險的時候還會致命 對啊沒錯 這是全身都有可能有發炎反應 那其實我們最怕這個心臟發炎 心肌發炎這個其實沒有那麼常見 但是有時候遇到的時候真的是蠻棘手的 以前常常我們這個 大家都有聽過葉克膜嘛 葉克膜就是暫時代替我們的心肺 做一個循環跟那個呼吸的一個代替 那這個東西沒有出來之前 其實以前心肌炎因為不好診斷 而且常常來可能變化很快 可能幾個小時不到一天的時間 就人就可能就這樣子往生了 那心肌炎有沒有比較明顯的症狀 其實都蠻多都是非特異性的 有點像是感冒的症狀 對所以說常常以前會有 小孩就有些孩童來 只是感冒而已 送到你們醫院 人好好的 然後就出不了院了 對所以其實以前很多 因為這樣的醫糾 那心肌炎有時候就是 常見的是病毒感染 那像是之前民國87年 有發生過那個很嚴重的 常常病毒感染 有些也是會併發成這個心肌炎 那有時候可能可能就是發燒 然後高燒不退兩三天 然後感冒症狀一直沒有好 甚至加重 可能有些疲倦 其實都是一些 腸胃不是一些非特異性的這種症狀 那像我就有一個案例 那其實也是蠻不幸的 他是一個大學生 青春症好的時候 那感冒了兩三天高燒都一直不好 然後到外院去 然後就是做一些支持療法 結果越來越嚴重 然後後來發現說 抽血 因為他開始出現有些喘 休克的現象 抽血發現說 我們的心臟肌肉細胞的那個 破壞的那個酵素高起來了 而且那個心電圖看起來就是 十二島級 廣泛性的都有那種心肌的變化 那個就是確診那個心肌炎 趕快轉到我們醫院 我們當下在急診 就幫他放了葉克膜 然後住進交互病房 繼續治療 可是到了晚上的時候 不到四五個小時 開始就是有些很惡性的心率不准出來 然後就是用很強的強心藥 甚至用一些電極 都毀天罰術 所以心肌炎是蠻可怕的 那有些像是病毒性的感染 另外還有這種就是感染性的 細菌的心內膜炎 那就是另外一個心臟的發炎的故事 那就是其實有些 小朋友他其實有時候會感冒 但是小朋友可以看他活力好不好 假設小朋友 我們看那個小朋友的活力 最準的 小朋友開始活力變得不好的時候 就要趕快注意趕快送醫院 那問一下這個羅醫師 中醫怎麼看這個堅果 有一些人吃多了會上火 其實堅果的話 因為他本身就是一個 比較容易燥熱的狀況 所以確實有些體質還蠻容易的 我之前有一個女性病患50歲 是更年期的女生 那更年期大家都知道 他比較容易上火 再加上他本身就是 他其實是在看一個口氣 口臭的問題 然後那時候我就問他 就是你的身體狀況 他其實本身他就是 有一點胃發炎 未失到逆流 所以他口氣是屬於那種 就是食物不消化的一個口氣 然後那時候我就跟他講說 你的體質其實本身就是一個 容易上火燥熱的一個情況 那有一次他回來複診的時候 他就是下巴長好多顆的痘痘 那時候我就問他說 你怎麼下巴最近長痘痘 你是吃到了什麼東西 他就說他是吃到了那個 五顆的花生 因為他自己知道 他自己身體狀況其實不適合 但他就是有醉餐 他只是就是 只吃了五顆油炸花生 他下巴就會冒很多痘痘 所以其實我們會建議 就是如果你真的是 屬於燥熱體質的話 你在吃堅果 可能就是選說不要炸的 就是比較烘烤的 或者說你像我們今天的料理麵 搭配一些蔬食去做一個平衡 就比較不會有這樣的狀況 那節目最後洪醫師也給觀眾朋友 一個健康小叮嚀 我們今天發現 那個堅果真的是一個 營養豐富的一些食物 對我們人體幫助很大 但有些人吃的時候要特別小心 第一個當然是屬於 對那個堅果類的過敏 吃下去就會紅疹羊 拉肚子那些就不要吃 第二個你正在拉肚子的時候 事實上很多堅果 會有一些潤腸幫助排便 如果拉肚子的時候也不要吃 那另外就是 剛剛那個羅伊士有提醒大家 就是那種你正在感冒 喉嚨正在痛的時候 事實上很多堅果 比較燥熱的食物吃下去可能會 讓你的喉嚨痛更嚴重 那大概以上三個是提醒大家 好 謝謝洪醫師的叮嚀 也謝謝我們這麼多好朋友分享 我們今天分享了健康好料理的食譜 跟做法也都會迫在年代 賣去台健康好生活的臉書 還有LINE的官方賬號的主頁 同一時間我們節目的影片跟精華 也會上傳我們官方的YouTube頻道 歡迎觀眾朋友小朋友 小朋友我們的QR Code 直接按訂閱 那健康好生活 我們下次同一時間準時再見 拜拜 謝謝 謝謝